财势边境管境措施 行政院长苏贞昌11号找来防疫指挥小组 召开扩大防疫会议 但没想到隔一天 与会的指挥官陈时中就确诊 刚刚才做完快筛了 只有一条线 请大家放心 秀出自己的快筛证明 过去陈时中有疑虑就会先自我检测 但两年多来都没让病毒找上门 直到12号上午 他觉得怪怪的检测快筛确诊 行政院赶紧跳出来 说会议才没花做 还设有隔板 而且与会人员都有戴口罩 目前院长跟其他人健康状况都好 总统府则要穿了两年多 没休息的陈时中好好休息 但讲到在第一线抽很久的 不少人都会想到他 被称为九命怪猫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躲过好几次群聚感染 5月22号宣告人疫 没想到已经打满三剂疫苗的陈时中 比他还厉害 多撑了快一个月 前两剂都是接种AZ疫苗的陈时中 今年二月为了鼓励民众接种第三剂 选择打国产的高端疫苗 但算一算距离染疫也有四个月了 陈时中确诊 我想他应该没有打1922 我在这里期待他早日康复回到工作岗位 毕竟陈时中说1922没有公权力 有问题也只能另请高明 先保险 先保险保护好 黄先生的这个笑容已经回答了一切 TVBS新闻林明辉韦佳琪 台北采访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